被譽為歷史上最貴茶餐廳股的翠華首日掛牌 一如市場預期股價即時彈起 一手打造茶餐廳神話的翠華主席李遠康說 股價表現反映投資者對公司業務和前景的認同 但未有透露明年加多少薪金 和茶餐廳用不需要再加價 看表現和各方面去做準則 看其他的 當然對我們的員工表現相當要培訓的態度 從門口來說 四十幾條價格 這個要看情況 始終是其他的因素 李遠康說 公司計劃每年在香港開設幾間分店 又認為內地對茶餐廳的接受程度提高 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因此未來三年 將會在內地開設二十幾間分店 但就不會預測開新店對業務帶來多少增長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譚宇宙報導